能夠見到這麼多大陸的朋友們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今天三月的時候 我們一起到大陸去交流 所以說有很多當時認識的朋友 這次也有來到台灣 然後我們當時交流就有留下微信嘛 所以說他們落地 還有在來之前其實就有發微信跟我說 欸我這次也會來 所以就見到他們真的非常開心 就有一種老朋友重逢的感覺 真的很興奮 當然以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也希望兩岸可以多多把這樣的青年交流 可以常態化 我覺得兩岸年輕人 其實我們本來就是同文同種 所以說交流起來 已經相較於其他一般的朋友 都來得更容易有更進一步的交流 那我們交流當然就是想要求同存異 可以互相了解彼此一樣的共通話題 也可以了解彼此不一樣的地方 就可以越來越趨近於一個 可以一起相容 一起相處的一個很好的模式 其實我自己在十年前的時候 也來過一次台灣 是在2013年 當時也是參訪了日月潭 還有包括我們的野柳地質公園等等 當時就對台灣的風景 尤其是太北洋的壯闊 印象非常深刻 昨天再一次到大海邊 因為我自己的家鄉 是在河南鄭州 是一個內陸城市 能夠看到大海覺得非常開心 然後心胸也感覺到更加的開闊了 然後這十年間 感覺到有許多的變與不變吧 可能變的是十年前來到台灣 是一次市井的旅遊之行 跟家人一起 十年後是跟大陸的師生一起 覺得自己在心態上 有更多的進步和變化 不變的可能就是山山 然後還有那些海 還有這裡的人不變的熱情 所以我覺得是有一種既熟悉 又有新的感覺在裡面 然後覺得也非常充實和圓滿